葱厨的炙热小火锅 我吃的是排骨的 这里边排骨老多了 葱厨他家的皮真的是 每一个都不踩雷 有红薯粉条这个是 还有里边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家还有香辣牛腩 香辣牛肉 还有香辣肥肠 这个是香辣排骨 我这个拆开来了 你看这个是火锅的那个料 看这一整包都是牛肉来的 这一整包是牛肉 然后这一包是蔬菜包 这个就是粉包 直接放炉子上烧就可以了 直接放在那个 放烧就行了 直接加热 和外面吃火锅一样的味道 而且肉真的肉特别多 我第一次 卖这种炙热火锅里边肉是这么多的 特别多的排骨 排骨特别多 以前卖的这肉火锅里边 肉还没有一点点 很实惠 很实惠 而且味道特别好 你自己吃的话 还可以自己再加点配菜在里面 还有很多蔬菜 就是这个蛋 是的 它在炙热火锅里面 3分钟 它还有排骨 还有这么多排骨 它多不多 而且麻辣味十足 不能吃辣的 你看不能吃辣的 姐妹就不要买了 这个挺辣的 还有很多排骨里边 因为我想做了 像中冰那样 它的温度 不会微 понрав是 那样的 您可以吃 然后再看看 四肢肉 都比辣 都比辣 还挺 怎样的 那些 还挺 真的很 还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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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跟他很足 真香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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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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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警告 啊